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其實在立法院工作過 立法院確實很多的地方 跟很多的問題 然後資訊也不透明 所以很多人其實不知道立法院裡面 那個國民黨的立委有多壞 那個真的是慶祝難輸 很多很多好的東西都是被國民黨的立委 這樣子莫名其妙就擋下來 這個是真的事情 這不是說是針對哪一個政黨 因為這些就是事實 但是這些資訊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平反冤獄聯盟的 羅世祥執行長 那我這邊介紹一下羅世祥執行長 因為我其實跟大家還蠻熟的 我們是野草莓的時候的認識 他那個時候還是在念書 那這幾年 他在從事也是司法人權相關的運動 那這個協會主要是 其實是要談司法正義的問題 那台灣相信很多朋友 只要是有接觸過台灣的法院就知道 台灣的法院其實問題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說這個羅世祥執行長 這個平淵我知道我知道 那 成立了這樣一個組織 我認為很重要 那他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從厚峰大橋 醉橋案 談淵案 和司法正義 那我們歡迎他 謝謝 好謝謝 我們到中間來一點好了 各位朋友很高興今天 受台灣文化人權協會的邀請來這邊 跟大家談一下 在這個世界人權日的前夕 談一下司法人權 剛剛洪舅舅提到 司法其實是一個非常 令人不太能夠信任的一個機制 但他其實是掌握非常非常重大的權力 他可以判決一個人有罪要入獄服刑 在台灣有死刑制度的狀況下 甚至可以判決一個人應該要服死刑 死刑要執行 那在今年4月29號 羅英雪部長執行了五個死刑案的被告 其中有三個人 案子是可能有冤的 有疑點的 但人已經被執行了 那如果再更早一點 大家知道的案件 江國慶案也同樣是軍中的一個黑箱 造成的一個司法的 台灣最嚴重的一個死刑冤案 那人已經回不來了 他讓我們國家付出超過一億的 冤獄補償金 那這一億的冤獄補償金 現在律師們還在跟當時的國防部的 相關的官員去索賠 如果沒有做這個索賠的動作 這一億居然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要去負擔的 那這個司法誤判為什麼是由我們這個平凡的老百姓 要去負責呢 為什麼這一億的補償金是由平凡老百姓來負責呢 其實這非常的不合理 也非常的不公義 那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一個也是台中在地的一個冤案 做到媒體很高度關注的案子 讓被冤的家屬 我左邊這個是其中一位被冤的王岐正先生的他的姐夫 讓家屬這樣四處奔走 其實就只有家屬陪著這個被冤的人 到處講喊冤 我真的沒做 我是冤枉的 沒有人要相信 法院判決兩名被告 王岐正15年有期徒刑 洪世偉12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 兩個人現在在台中監獄 已經都關了超過一千天了 一千多個被冤的日子 這中間到底怎麼經過怎麼過走過來的 我們實在很難去想像 以及家屬的這個這些日子的辛酸 到底怎麼走過來的很難去想像 我想在座朋友們大概在今天之後 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這個後豐大橋的墜橋案 在這邊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這整個案情 12年前在後豐大橋凌晨一點的時候 有一名女子從橋上墜落 那女生從橋上墜落 有可能是三個原因 可能是自殺 可能是意外 那可能是她殺 剛好橋上有兩名是 女生的男朋友王岐震也在橋上 那王岐震的一個朋友 跟這個女生本身 並不是這麼認識的洪世偉 他們在橋上 那當時的情形是 王岐震跟這個女生 他們在談分手 沒多久女生就掉下橋裡面 掉下橋下 掉橋之後 王岐震立刻下到河床去 要喊救人 洪世偉在第一時間立刻撥119打救護車 救護車在10分鐘後趕到 那兩個人情緒很激動 一個女生一個人就這樣從橋上20幾公尺的地方跌落到河床 幾個小時後在醫院 女生不治身亡 大家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那 都知道說其實 今天這女生是她在談判的時候 一時激動 跨上護欄 人就掉下去了 那到底是自殺還是 跨上去的時候不小心滑下去 不太清楚 那法院判決怎麼講 法院判決說 女生要跟王岐震分手 王岐震不想分 用以死相逼 跟洪世偉合作 把這個女生抬起來 威脅她說 如果你要繼續在一起我就放你下來 如果你要分手我就讓你死 然後 女生就從橋上這樣子跌落 由王岐震先放手 洪世偉再放手 那這個事情一聽大家在想說 那到底女生有沒有回說 好好我們趕快在一起 或者是 有沒有一些互動 有沒有一些對話 什麼都沒有 女生被抬起來身上有沒有掙扎的痕跡 衣服是否凌亂 完全沒有 女生的手有沒有勾到男生兩個人抬他嗎 有沒有任何抓到兩個人的傷痕 或者是 留下一些DNA 完全沒有 那法院就這樣判下去了 法院判決的理由是 河床底下一個50公尺遠大概從這邊到 最後面那個攤位可能比後面那個攤位更遠的一個在河床底下 掉蝦的一個 證人 他在案發13個月後 超過一年突然想到跑去跟警方作證說 我知道事情怎麼發生的 王岐震當時有一個男生的聲音我聽那個男生說如果 如果你要分手我就讓你死 如果你繼續在一起我才放你下來 13個月後 一個50幾歲的老 一個50幾歲的先生 在50公尺外 跑去跟警方說他了解他 要澄清真相 他突然說出真相 那全案就只有這個證據 就判他們兩個有罪 兩個人撤謊都通過 然後死者身上的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被丟下來 法院這樣判下去 那我想 很喊冤這件事情好像 很正常很習中平常有做的你可能也會喊冤 但今天後風大橋這兩個王岐震跟洪世偉他們喊冤 不是只有他們跟他們家屬在喊冤 2009年檢查總長陳聰明檢查總長第一時間 案子確定之後立刻幫他們提非常上訴 說案情有問題 結果最高法院駁回 2012年監察院 也跳下來調查說 案子有問題 案子是冤枉兩個人是被冤的 那連監察院也說話了 那現在檢查總長在檢查院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檢查總長黃世民 雖然大家覺得 對黃世民 很不滿意 但是當時黃世民 也為這個案子再提是非常上訴 結果最高法院還是駁回 那如果有一些司法經驗大概知道 檢查官就是負責把人告 負責 控訴起訴人的 這個案子 調查之後 連台中高分檢 在旁邊的台中高分檢 他在2013年也幫兩個人申請再審說這個案子有問題 有問題 有疑點 兩個人是被冤的 連檢查官都提再審 這個前一個案子大概只有江國慶 有聽到說有檢查官在幫被告提再審 那 厚峰大橋兩個被告 王岐正洪世為 檢查官檢查總長 台中高分檢 所有的人都在幫他們 結果法院還是不願意認錯 那我們現在律師團 申請再審 提出了一個科學的證據 很客觀 不是人在講的 就是有關於這個吊橋 從高處墜落死的這個水平位移 這可能是那個 要有一些空間的概念 那個水平位移 在這個案子來判斷的話 應該是自殺 如果以法醫學的統計來說 這個案子應該是自殺 那這個水平位移在 本來判有罪之前 沒有法院沒有一個法官 歷經11個法官沒有一個法官 曾經看過這個水平位移 去了解這個水平位移在這個案子裡面的意義 那所以我們這個 拿這個水平位移當作新證據 去申請再審 現在台中高分院還在審理當中 那請講 司法人權其實 很多個問題 包括剛剛 洪舅舅在講的 他其實是一個被害人的人權問題 那我們這邊其實在講的是一個被冤的人 被冤的被告 他的人權問題 今天我們期待一個司法可以公證 同時也期待司法願意去改正他曾經犯下的錯誤 包括今天我們在說的這些冤案 後風大橋墜橋案是 冤雲平板協會在處理的很多冤案的其中一件 那今天 之所以來這邊跟大家談 這個冤案是因為 他正是台中在地的 發生的冤案 我很期待台中的在地的朋友們可以一起來關心這個案 那剛剛提到的 今天剛好是整個案發12年 這邊說冤屈12年 早上我們 才從台中監獄回來 早上我們在台中監獄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 後風12年了 我們希望給王岐正跟洪世偉給兩個人打氣 說真的在監獄裡面很辛苦 監獄的台灣監獄擁擠的狀態 監獄人權根本沒有人在管 監獄的生活很辛苦 還有在監的 這些家屬朋友們 很辛苦 要在這邊算每四天會客一次 每幾天會客一次 要送菜 菜要怎麼送 那隔的窗戶人也看不到 人也碰不到 只能透過窗戶拿起話筒來跟 這個心愛的兒子 心愛的先生老公講話 那我不知道這幾年家屬 是怎麼過來的 早上我們在台中監獄有 上百位的朋友們 一起去給齊政事偉以及 兩邊的家屬打氣加油 我們希望案子可以趕快平反 讓平反的 這個曙光可以照進監獄 讓兩個人趕快從台中監獄走出來 最後我想跟 也呼應一下 文化人權協會這邊 這次提到的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也就是有關於陳水扁 陳水扁總統 他的案件 其實最近剛好很多律師很多 人在討論這個事情 那我們知道其實這部分很涉及到一個關鍵的 就是貪污之罪條例 有關於 總統職權的認定 我們也沒有來跟我們法官 但是我們知道說 他的案件有問題 那 真的 今天 我想這個是個政治冤獄 政治的 司法 政治來干預司法 讓司法 跑出了一個什麼實質影響力 過去幾年從來沒有這樣認定的一個司法判決 那我們希望司法其實需要大家更多人的監督 更多人的關心 因為 其實以後封案的家屬來說 進行根本就沒有機會去牽扯到司法 也不知道什麼判決的高分院 地院什麼檢察官 這些其實對 一般人來說 一般老百姓來說 是有些距離的 那這些的距離就讓司法成為一個好像 那是一套人在玩的遊戲一套人在說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關心 那好險最近 這幾年包括去年1985 洪中秋先生的事情 讓我們開始 軍省總算廢除了 那也讓很多人開始關心司法 開始走這個法院觀察 我們希望這個事情可以讓更多人來注意 最後我想再講一次 這個 再跟大家 跟大家說一下 後封大橋罪橋案 兩個無辜的被告 兩個 無法團圓的家庭 很需要大家來關心 謝謝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 謝謝 謝謝 謝謝羅斯小